发达国家也称作高经济开发国家,他们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,公民生活水平,以及较为先进的科技技术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时发布了一项指数,根据各国国民的平均寿命、受教育年限,以及人均收入等等的各项数值,作为比较各国发达程度的指标,而这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人类发展指数。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十座,以人类发展指数评选而出的2020年全球最发达国家。 芬兰,著名的北欧五国之一,是欧洲的第七大国,也是传说中圣诞老人的故乡,国土面积不到40万公里的芬兰,已经连续四年被评选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。 虽然人口只有550万,芬兰却是如今世界高度发达国家之一,人均产出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,并在21世纪初被联合国评为全世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。 这里诞生了各种世界知名品牌,例如早期的手机龙头诺基亚,以及知名的手机游戏愤木鸟。 芬兰政府公务员以连结高效著称,在2012年全球青年指数报告中,芬兰在176个国家内脱颖而出,被列为全球最青年国家。 芬兰的造纸和机械制造业水平领先全世界,世界纸板出口量的25%皆来自于芬兰。 在国家连结、发达且富裕的情况下,芬兰国民享有极高的生活品质,被称为全世界福利最好的国家。 此外,芬兰同时也是欧洲人均林地面积最多的国家,每30个芬兰人就拥有一片被森林包围的湖泊,走上几步就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森林景色。 超过一半的芬兰人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度假别墅哦。 同为北欧五国之一的丹麦,在欧洲属于丹丸小国,国土面积和居住人口都比不上欧洲其他著名的大国,但却是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 如果以人类发展指数来看,丹麦更以0.94的指数挤进了全世界十大最发达的国家。 这座由几千个岛屿组成的小国,国土面积只有区区4.3万平方公里,人口连600万都不到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接近7万美元,比一些欧洲大国如英法德等都还要高。 丹麦之所以如此发达,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科技,丹麦堪称是世界上最重视科技的国家,政府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超过国家生产总值的3%,丹麦的科研从业人员占了国家职员总量的40%,换句话说,全国接近一半的人民都在从事科研相关的行业,整个国家也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。 此外,丹麦政府从教育制度开始就已经在深刻引导科研的发展,每一千名学生中,就有20人以上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生,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均发表科学论文最多的国家,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都领先其他国家,最典型的就有丹麦的量子力学,电磁学,以及磁性录影机等等。 丹麦也是目前人均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最多的国家,是做名副其实的科技强国,以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 荷兰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,是西方十大经济体之一。 尽管只有约1700万的人口,荷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高居全球第17位。 作为世界上第八大货物出口国,荷兰有着先进的电子、化工、造船以及食品加工等领域的技术,金融服务和保险业也都非常发达,更依靠该国完善的海陆空交通运输,是欧洲大陆重要的交通枢纽。 荷兰以其著名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制度闻名,该国人民每周的工作时间只落在38到40小时左右,全国只有0.5%的人民超时工作,每天有超过16小时的时间参加休闲活动,生活质量冠绝全世界。 此外,荷兰在教育和健康领域也都占有很高的排名,拥有着全世界最低的失业率,人民的预期寿命为82.1岁,除了是座高度发达的国家外,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。 此外,荷兰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和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。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占据了整个州大陆的国家,7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与美国不相上下,总人口却只有约2500万人,连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,是世界上最地广人稀的国家之一。 该国政府为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,以至于澳大利亚人民的预期寿命达到了83.3岁,位列世界前五名,同时婴儿夭折率为千分之三,是世界上婴儿存活率最高的国家。 澳大利亚的经济以服务行业为主,在澳大利亚1.14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里,服务业就占了超过六成。 澳大利亚在综合各项指标如腐败水平、生活质量、经济自由以及公民权利等等的许多方面都排名第一。 顺带一提,世界十大最宜居的城市中就有三座位于澳大利亚,分别为墨尔本、悉尼以及阿德莱德。 说到欧洲的工业国家,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如德国、英国或法国等等的传统强国。 各位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,北欧五国之一的瑞典,其实也是做不折不扣的工业强国哦。 这座总人口只跟中国的一个地级市差不多的小国,打从20世纪起就建立起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,诞生了不少著名的品牌。 在汽车制造领域,瑞典有着家喻户晓的汽车品牌如沃尔沃、萨博以及著名卡车品牌斯堪尼亚等等。 不仅如此,瑞典公司在家具领域也颇有成就,其中广为人知的一家家居正是来自于瑞典。 虽然人口仅一千多万人,瑞典的人均生产总值却超过了七万美元。 此外,与瑞士一样,作为中立国的瑞典没有参与二战,除了没有损耗和破坏外,国家的科技发展也一直没有停歇下来。 注重科教新国的瑞典政府,对科教的重视程度和投入从未减少过。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,德国时常被称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话。 在先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德国,却以飞快的速度复苏,崛起成一座高度发达的国家,同时也是欧洲四大主要经济体之一。 截至2020年,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三万七千亿美元,位居世界第四,仅次于中国、美国和日本。 从工业综合实力来看,德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业强国,制造业的强大文明全球,在汽车与机械制造、工业机器人以及化工等领域的制造水平大幅领先世界, 尤其在汽车制造方面,世界三大豪华汽车品牌——奔驰、宝马以及奥迪皆来自于德国。 德国工业发达的背后,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德国人的民族特性。 德国人以理智与严谨著称,他们重视学习、尊重知识,使德国在擅长的科技领域频频取得成就,进一步带动国家的科技进展, 在战争结束后,一路复苏成为至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 冰岛虽然是个很小的国家,地理位置也非常靠近北极圈,甚至说不适合人类居住也不为过, 但就是这样一座国家,却是如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 顾名思义,冰岛是一座岛屿国家,这里地广人稀,十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只居住着三十多万的人口, 但可别因为这样就小瞧了冰岛人民,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七万美元, 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高出许多,是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哦。 冰岛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,和其周边环境和历史因素息息相关。 与其他的北欧国家相似,冰岛人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教育程度, 在地热发电、冶金、医药、软件以及金融等方面的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。 此外,冰岛拥有十分奇妙的冰川和火山地貌,常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访。 对于只有三十几万人的冰岛来说,旅游业无疑是这座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, 单单游客所带来的收入就占了冰岛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。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岛国,冰岛的国家基本宗旨就是一切为了百姓与国民着想。 冰岛政府把国家安全问题交给了欧盟,取消了军队制度, 把所省下来的军费开支都用在国民的福利待遇上, 以至于冰岛国民生活无忧无虑,由于生活富裕,冰岛的犯罪率也不高, 人均寿命达到83岁,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哦。 看完后,是不是很想和小编一样移民到冰岛呢? 瑞士是全球最富裕、社会最安定、经济最发达和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国家之一,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美金。 自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后, 瑞士从未卷入过任何形式的战争,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经济体之一, 其安全的金融体系和银行的保密体制成为避税投资者的天堂。 此外,有着世界公园美誉的瑞士,境内青山绿水,风景如画,旅游业极其发达。 瑞士以其登峰造极的制造工艺文明全球,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属瑞士的制表业了。 名表几乎已成为瑞士的某种象征,不仅为瑞士带来了无尽的商机,也为瑞士带来了莫言的荣誉。 提起科技创新,大多数朋友立即会想到美国硅谷之类的科技重镇, 但实际上瑞士也不容忽视,在全球创新指数榜上,瑞士已经连续6年蝉联榜首哦。 除了全球知名的瑞士名表以及瑞士银行,瑞士在科技创新方面早已覆盖各大领域, 多达25%的瑞士人口从事着工程师相关行业。 此外,瑞士的人均诺贝尔奖数排名世界第一,积极反映了这座国家雄厚的科研实力。 作用高创新力,高素质员工和一流科研机构的瑞士,发展成全球最顶尖的发达国家之一也就不奇怪了。 素有翡翠岛国之称的爱尔兰,因为全国绿树成荫,草地遍布,所以又有绿岛和绿宝石的美誉。 爱尔兰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,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了6.7%,是欧盟中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。 爱尔兰有如此傲人的成绩,得益于其完善的教育体制。 这里的教育体系发达,是一个教育历史悠久的国家,在所有欧盟国家25至34岁的人口中,爱尔兰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最高。 虽然国土面积不大,爱尔兰高等学府的数目却不少,全国共有7所公立大学,14所理工学院以及其他的私立学院,以满足市场对技术经济的大量需求。 此外,爱尔兰并非传统的移民国家,并没有像英美等国家那样发展大规模的教育产业,因此学术气氛更为浓郁,形成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学术环境。 另外,绝佳的地理位置以及超低的企业税及税收抵免政策,使爱尔兰常年不断地吸引世界顶尖公司的驻扎,大公司如苹果及脸书等,都纷纷在此设立分公司,让这座国家进一步成为经济强劲且福利优厚的顶尖强国。 虽然风景宁静优美的爱尔兰往往给人一种乡村城市的感觉,但人家可是至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哦。 北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裕且最发达的地区,他们在各项指标所创下的成绩常年位居世界前列,而被称为万岛之国的挪威,从2009年开始连续12年称霸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榜首。 挪威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,比起芬兰、瑞典及丹麦,更多人对这座国家的发达程度仍然知之甚少。 挪威的发家致富主要依靠石油、水电以及三文鱼这三件宝贝。 1975年,挪威首次成为石油输出国,并在巅峰时期一跃成为全球第七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,约50%的出口收入来自石油,全国多达33万的人口从事石油工业的相关工作。 挪威境内坐拥高山峡谷,水利资源丰沛,国内96%的电力供应都来自水利发电,丰富且廉价的电力带动了挪威也今夜的蓬勃发展。 此外,毗邻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挪威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出口国,渔业在挪威就像是另一项石油产业一样,为国家带来了庞大的收入。 自2001年起,挪威已连续六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,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哦。 虽然世界上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有很多,但却并不是所有占了天时地利的国家都能顺利发展成发达国家,一座国家的进步速度,主要还得看该国的社会环境,政府所建立的司法机制,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民所秉持的民族特性。 看完今天介绍的十大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后,有没有想要移民的冲动呢?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。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,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,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和打开接收通知哦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介绍的内容,也请分享出去吧,感谢你的收看,这里还有一些影片,我们认为你会喜欢,让我们到下一个影片四处观察吧。